妳那時候有寫這首歌之前有跟蔡頭鮮講過嗎 一定有的吧 應該是說 我們都是喜劇演員 所以有默契 就是 分手一定要寫歌的吧 我們還有演慢財喔 分手慢財 我可能這禮拜會PO 分手慢財 你們分手以後有一起演慢財 叫前任關係 我們是前任關係 這樣子 喔好酷喔 對啊 你們要組成一個團體了嗎 沒有 我們就 那個限定了 應該是直出那個段子這樣 那個段子你喜歡嗎 很喜歡 那段子在講說 未來 未來去約會的對象會是什麼樣的 我們再扮演看看這樣 喔好可愛喔 超酷喔 對對對對 你們走 你們一起創作這個不需要有療傷的過程 對 你們走出來速度有點快 對 我們走超快 你們是同時兩邊都出軌是不是 不是 不是 聽起來是吧 對不對 聽起來是啊 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就get over 還可以一起創作 這超難 因為你創作是你要挖掘 你說我根本就不喜歡J型 所以我要找一個超高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不是不是 我們就純粹覺得對方太像好朋友跟家人 然後已經沒有情侶的火花很久 好一陣子 然後就覺得 欸我們現在跟 阿普通朋友有什麼差異嗎 沒有 然後討論 花了好多的晚上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覺得啊 果然沒有 然後 就分手 然後分手的那一段時間有 就是我們有練習分手 喔 什麼意思 我們12月的時候在練習分手 我們分手 練習分手一個月 然後 我們試 我不太懂你們怎麼練習 我們試看看不要碰對方 然後我們不要叫對方寶貝 寶寶 我們不要 然後我們也不能塞奶 我們講話聲音不可以是 巴巴 不可以這樣 你們平常會這樣嗎 對啊 哈哈哈哈 這話 爸爸 那個情侶交往不這樣嗎 不會 不會 啊 可是那個有點 那個有點 像躺老牙 對 但就我們練習一個月 然後 你肚子餓會說 會怎麼說 餓的 哈哈哈哈 分手練習的時候怎麼說 欸 好餓喔 幹 哈哈 好 這樣有差 有差 對 然後 欸無博義嗎這樣 然後 然後就發現他更愛你了 沒有沒有沒有 發現 發現我們兩個都覺得很OK 喔 然後我們還一起去日本玩 玩完之後決定要分手這樣 就還是 果然是朋友 然後我們分手這樣 喔 做了很多測試 做了很多test 然後 這樣算很成熟的分手方式欸 就是現在如果我們有 彼此有約會的對象 我們一定都是 GO 欸 幹那你跟他怎樣 加油 我覺得你分手態度超成熟欸 不知道為什麼跟黃紫嬌會弄成這樣 哈哈 你真的 Holy shit 哇 這迴旋鏢 I did not see that Oh I did not see that coming 就是 我覺得你就把 又打回來是怎樣 對對對 就是你要嘗試試試看 沒有那麼難的 因為剛剛那個算是 以他的年紀 27歲這樣非常成熟欸 27歲 所以其實大家很多人都說 啊 前男友有看到嗎 就在那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的歌是會配PPT 現場會放頭螢幕 大家不知道那個頭螢幕 是菜頭在幫我用的 那後台幫我把你 妳馬上當工具人喔 沒有 我們反正互相幫忙好嗎 好嗎 這樣子 那你跟他分手以後爆紅 他有沒有心理有點不平衡 沒有欸 他有一些人還跟我說 欸其實 我看你這樣我很替你開心 因为我手机里面现在还有很多 你以前哭的影片 然后我现在觉得 还好你红了 这样 等一下他可以拿出去卖这样 哈哈哈哈 什么样哭的影片 就是我很常会哭啊 就是觉得 唉 怎么都做不起来 然后会哭 你说就是在消沉 消沉 我太消沉了 然后弹吉他 弹到哭这种的 是八月之后的事情吗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哈哈哈哈 你这什么隐秘的回旋表 还不是一样 说真的 这个我真正因为喜剧而忧郁的那段时间 完全是在 可能是前年底 哦 是凯莉 你可能跟凯莉讲那种 哦 我跟你 那个时候超忧郁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忧郁 是因为凯莉的错吗 对啊 是不是因为我 凯莉的光芒太亮了 不是啦 就是以为是 还在那边教你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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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做不起来嘛 然后很想哄 就觉得 唉 我明明有才华 为什么没哄这样 然后很想要靠这个赚钱 因为在前年的九月 十月后 我离职 离开嗨卡工作 所以我变全职 因为收入不稳定 然后加眉红 然后各种就是 又很喜欢这件事情 很喜欢喜剧 但是总是在被他 被他欺负 被他打击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我那么爱喜剧 他就让我那么的疲累这样子 可是一定很多这种人吧 对啊 这听起来就像是 每一个喜剧演员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说很多人 喜剧演员他们是有兼职的 比如说还有在当写手或是什么 但我没有 我是全职 而且你们知道其实这个很drama 是因为 在po分手歌的前两天吧 或前一天 我还在104找工作 我觉得我做不下去了 哇 然后我觉得我要 我要找工作 然后我去投履历了 这样 你找 那时候找哪方面的工作 我好奇 可以讲吗 我其实找了很多工作 然后大部分都是需要用到日文 因为我在学日文 然后日文还ok 但是有一个是我真的已经投履历的 那个地方 我要讲咯 讲啊 上班不要看 哈 上班不要看怎么会用日文 没有没有那个没差 就是他单纯对老板的幻想而已 好悲哦 那你有透过私人关系跟呱吉说 我有投履历吗 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 上班 那时候上班不要看还没有释出履历 你那是那么多人在那边欸 对啊 那时候上班不要看没有释出那个 在征裁的那个 所以你一定是走后门啊 我就逼你Froggy Chew 然后他说 不好意思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想说 你用IG私讯他 然后说想要找工作 FB FB意思有差吗 FB大家用的更少了吧 然后就投履历 然后后来没有被录取这样 你有email人家吗 有有email人家 还做了一份履历 然后就是 精美的履历 但是他们后来跟我说 哦我懂啦 因为 我其实不是真心想要 那么全心投入在幕后 我一定是有一个目前的心 想要走幕前 所以我可以很理解他们 为什么没有来 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在找幕后的人 他们在找企划 企划 哦 OK 分首歌的前一个礼拜 我真的每天都在翻104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 边翻104边哭 然后 为什么 为什么我又要去找工作了 为什么又是这个循环这样子 那你那前年年底 你对英语喜剧非常犹豫 你怎么走出来的 我就是 其实这都是一阵一阵的 就是那时候是 英语喜剧做不出来 所以我做短剧 然后做短剧做得还蛮开心的 虽然不红 但是我做短剧做得有一些心得 个人短剧 然后后来就遇到HahaLand嘛 HahaLand后来就交歌 交歌后来就 三个月后就爆 然后爆了之后又 就有其他的犹豫因素 其他犹豫因素 然后再继续创作 然后就像到现在了这样 没有听起来就像是所有 做戏剧创作会有的 Forever的Cycle 可是感觉这些东西 都是给你继续创作的养分 现在往回看都很简单啦 当下在投一零四 都不觉得养分吧 对啊当下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我今年要把日文考到N万 然后我考到N万 我明年就是去 日本打工度假半年一年 然后我假日就花时间 去看他们的搞笑 因为我都 我到时候应该都听得懂 原本是这个心情 然后就去一年 然后我去吸收那边 最直接的搞笑精华 回来带给大家 全新的一层这样子 可是日式的搞笑 在台湾是走得通的吗 其实我自己 是把自己归类在日式 就是像达康 面白 然后猜罐 那个有点像是漫才 漫才 双人的TOKO SHOW的感觉 这样 但其实 因为其实我是单人 但日本也有单人艺 单人艺人 所以 其实他的思考逻辑 就是我觉得跟美式 差在哪 差在哪 就是他不是那么讲究 我自己觉得没有讲究 那么反转或是逻辑的东西 他是比较像情境吗 因为如果是漫才师 跟你来讲 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的东西 就是很情境的 搞笑 他并不是 one liner 一句话 然后下一句话 反转让你出乎意料 他是比较是一个情境里面 他是一个短句 情境里面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这样的事 很荒谬 很荒谬 对 然后 因为我以前做美式的时候 我也有曾经试过想要讲 就是 比较昏的 然后比较 攻击的 昏的是 星山色的 星山色 然后我就觉得 啊 怎么 那么心虚 就我也不喜欢那个自己 然后 我一直 其实 说真的就是 我看很多Netflix的 Stand Up的 那个 专场 的那些影片 我都觉得 有几个很好笑 但大部分都笑不太出来 对你来说 可能美式并不会打中 不是我的口味 不是我的菜 然后 日式你看你就会一直笑 狂笑爆笑这样子 但是 其实也是因为菜头介绍很多给我 然后我就 开始喜欢上这种 这种搞笑方式 觉得很好笑 每天看 你那时候想要去日本 等于是吸收那里的养分 你知道去那里生活 要去哪里看日式喜剧吗 其实我 应该是要去大阪啦 因为大阪是日本的 搞笑的 搞笑之都 搞笑首都在大阪 反而不是东京 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 搞笑团 最近非常新喜欢的是在东京 所以其实 其实东京好像不错 因为大阪也会 也会去过去 去那边表演 所以他们有那种 慢财club吗 就是 随时可能想去就可以去 还是你要去看他们的 固定的秀 是不是吉本新业 有他们自己的 我就是年底的时候 跟菜头一起去 我们真的是见识到 他们太强了 他们是一整洞 很像百货公司一样的 哇 然后一楼是 什么贩卖部 美食街 但二楼是他们的剧场 然后他们是 都是一几本新业 就是南波花月这样 南波花月剧场 剧场 然后对面是漫台剧场 但本洞也有剧场 然后有几本新喜剧 还有很多漫才师 而且是 在电视上 非常活跃的漫才师 都还会在那边讲 没错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在追星 就是天啊 好酷喔 天啊不是 那个 河流 天啊 这样子我们就一直这样看 然后 真的很酷 因为他们的周边 商店 人超多 然后大家全部 他们都是明星 他们每一组 每一组都是明星 好多个明星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看 1月2号 2023年1月2号 是 就是出校 就是 那个是新年 他们的秀巴兹的 对出校 所以是 早上8点卖光喔 早上8点的场 怎么会有人早上8点 想去看喜剧 而且8点的就卖光 而且8点来的就是大咖了吗 大咖 超大咖 大咖还愿意早上8点 早上8点 然后他们叫Miki 他们是一个 兄弟的漫才组合 艺术厂 你们知道现在8点吗 这样子 这样开场 对 现在8点 都是年轻人看8点厂 还是老人 我觉得是各种年龄层 哇 对 很 很震撼 就很成熟的产业 也是很成熟的文化 对日本来说 没错没错 真的 这样看一场 大概多少钱 那时候看 1000左右的台币 1000 1000 1200 所以那是一个正式的秀 正式的秀 然后很长 因为前面有基本新喜剧 可能半小时 然后后面可能有 五六六七组的卖才十 很便宜对吧 1200很便宜 很便宜啊 那你有觉得 博恩卖太贵吗 确实我会买不起这样 好厉害哦 强暴了 太厉害了 日文要多好 可以看这些东西 其实我现在只有N3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有听懂六成吗 因为有些是动作的搞笑 是很好懂 而且他们有些是节奏段子 你不用听懂语言 你说鼠来宝吗 我随便讲的那些 你有办法解释吗 我超越真的思考 这也是我学日文的原因 因为日文的促音或长音很有节奏 它们光是语言本身就很有节奏 然后这样子 反正去现场看 有时候不一定要听懂语言 但是光听懂他们那个音律 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笑 你真的对这东西很有爱 对啊 就是讲这个时候眼睛都在发亮 跟刚刚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就是没有PTSD的人 我出来 你走出来 我感觉好开朗哦 好开朗哦